這個飄錘枝在這一個地方有一大蟲的分枝 這些分枝你要怎麼樣去尋找 第一個最底下的一隻一定要拉一個飄錘下來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要找出第二個就是冠底 這兩個找出來的耳後才開始尋找這一棵樹的背景 背景跟幹前枝 所以今天這一棵樹很簡單 第一個飄錘找出來第二個再來找第三背景 再來找第四幹前枝 背景可以有兩個其他的都只能有一個 然後呢 背景可以有兩個以上都可以 如果你的枝幹轉折下來跌落的很好 那個幹前枝也可以不用 好我再把順序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正面找出來 第二個第二個各藥之 第二個各藥之 用筆解出來 第三我們在互相分享討論 再來就是修剪 很簡單 所以整棵樹的結構它是路根 營造出來的風飄塑形結構 然後把正面確定了以後 漂垂之先找出來 找好了點上去 再找第二個冠底枝 冠底再點上去 好再設定背景跟你的幹前枝 我要看看各位的美感訴求 在哪個位置 好那開始欣賞 開始去創作